太甜了,邱泽和徐伟宁合体敬酒,夫妻牵手出席好友婚礼。 徐伟宁与邱泽结婚之后一直都非常的低调,尤其是在台媒的各种采访与镜头之中,夫妻同一口敬,并且结婚之后很少谈到夫妻之间的新婚甜蜜生活。 3月37日,徐伟宁和邱泽一起出席圈内导演王鼎林与丁巧韦的结婚典礼,这一次是邱泽牵着妻子徐伟宁的手,夫妻一起首次在结婚之后牵手出席好友的婚礼。 虽然邱泽有点忙,而且是以伴郎的身份出席在结婚的典礼上面,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邱泽也是刚结婚没多久,并且婚礼还没有举行了,他穿着西服出现在镜头之中,笑得十分的甜。 在镜头之中,徐伟宁与邱泽一起给同桌的好友敬酒,并且邱泽站在老婆的身边,然后牵着老婆的手,夫妻一起合体给好友一起碰杯喝酒,感觉他们像结婚典礼上的新郎和新娘一样,非常般配。 另外闺蜜昆玲怀上第三胎之后,昆玲也主动传好运气给徐伟宁,喊话徐伟宁快一点进入当准妈妈的行列之中。 不过对于怀孕这一件事情,徐伟宁本人也在媒体面前表示一切要顺其自然,不会刻意地去安排。